Metaverse的最初概念 源自於1992年的科幻小說 Snow Crash 29年後的今天 在5G運用、區塊鏈、人工智慧 及雲端運算等科技發展下 讓它的整合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也成為科技界跟投資圈的新寵兒 這集的歡迎說新聞 讓我們一起走進元宇宙的世界 2021年的科技大事件 當全球最大的社群平台Facebook 宣布公司未來核心業務 將投入元宇宙開發 讓Metaverse一詞 瞬間成為熱搜話題 而臉書的佈局早在2014年 收購虛擬實境裝置公司 Oculus VR就一開始 攜帶著全球28億活躍用戶的優勢 祖克勃喊出5年內 將臉書轉化為元宇宙平台 正常打破虛擬與實體界線的競賽 越來越火熱 我非常榮幸地表明 今天開始 我們的社會現在是Meta 但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North Star 幫助為Metaverse生存 想想時數位實境科技這塊大餅 包括微軟、蘋果、谷歌、輝達等產業龍頭 紛紛表態不會缺席 而元宇宙掛勾虛擬貨幣 即非同質化代幣、NFT等區塊鏈生態 是最前沿的投資標的 號稱元宇宙第一股的遊戲公司 Robux今年3月在紐交所掛牌上市 公布的第三季財報營收增加102% 比較去年同期的2.51億美元 上升至5.09億美元 成為元宇宙熱潮最具代表性的企業之一 不只西方國家與投資人為其買單 與台灣鄰近在高科技製造屬於競爭關係的南韓 也不弱人厚 由政府出面成立元宇宙國家隊 包括三星集團、現代汽車、CACO、NEVER 等指標性企業紛紛響應 整合資源打造強大的商業模式 那這種的概念其實在這裡就是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要先套住商業模式 後面的東西科技只是跟上而已 那台灣很可惜我們過去這幾年 都是在做supply chain 都是在做manufacturing 這個產業鏈裡面我們又淪為代工 那或許政府應該想到這件事情 韓國想到了它要培持的就是說 他們要培持韓國能不能在SARS HARS這些領域上培養出國家隊 變成我們自創的平台 變成我們自創的軟硬體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台灣可以特別專注 而且特別加強 我們有這個實力 我想這個是可以發展的方向 沿下的穿戴裝置最能感受 元宇宙沉浸感的設備 就是這個VR頭盔 戴上它能滿足現實中無法達成的想像力 而這個頭盔從外部的硬體到內部的呈現 都蘊含著台灣廠商的自主研發能力 人類獲取外界訊息的方式 視覺佔了80%以上 在打造沉浸式體驗 這個通往元宇宙的必要條件中 顯示設備為至關重要的載體 目前4個R的實境科技 是最能感受虛實結合的方式 包括宏達電 網達跟XR Space等科技品牌 都是最早投入數位實境開發的台灣廠商 不只要搶硬體代工訂單 也提升軟體與平台的自主研發實力 攜手鴻海科技日在元宇宙亮上 就是希望能夠讓這些前瞻企業 它想要進入Metaverse 但它不知道如何進入Metaverse 我們就提供這樣的服務 讓它成立它自己等於是 它自己的3D的網站 但是是3D的 這3D裡面包含什麼 空間 你的產品 以及你的能夠即時互動的銷售人員 這跟網站的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是因為在元宇宙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即時互動 Just hold out your hand Hi Scott Yup! Awesome! 因為其實在元宇宙裡面 Game Designer 這個遊戲設計 Storytelling 這個怎麼去做情境式的體驗 這個所謂Artistry 藝術 這三個層面 其實是在未來元宇宙第一階段的內容呈現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這非常適合台灣 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很多3D的創作人才 未來這些創意 內容創作者是可以好好把握的一個機會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在元宇宙裡所有人都可以是創造者 享受虛擬世界賦予的高度自由與無限靈感 正如這一塊塊積木般的像素圖層層堆疊 形成高聳建物 矗立在杜拜的土地上 這是一座沒有設計圖 沒有鋼筋水泥 創意當骨幹 網路為養分的虛擬國家館 把台灣的創意 多元與民主價值 轉換為二經衛編碼 克服疫情的阻礙與政治的打壓 用元宇宙的方式登上世界磨爛會 我們其實在那個四伏中心裡面 就是遠距中心的大路口 在投放這樣的AR的時候 其實當時是我們是比較大膽 跟台灣直接連線做一個發布 可是現場其實有個有趣的事情是 在杜拜現場的人 他在投放這個AR的時候 周遭的人其實不知道正在做什麼 一直到他們看到那個 iPad載體之後才知道 其實是一個台灣館的概念 在這裡面出現 我們看到各種突破 傳統國家館廠牆的建造 代表了玩家心目中 最能代表自己的文化形象 所以我們在這個四伏會 並不是去提出一種產品 我們提出的其實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給你帶來多少的一個想像力 這個想像力會是驅動現在台灣社會 往前走的一大動物 特別是針對這個Metabuse這個議題 元宇宙究竟是數位烏托邦的一場革命 又或是新瓶裝舊舊的話題炒作 相信看到這裡 大家應該都有了一些想法 雖然現階段他還無法走進每個人的生活 距離科幻電影中的情節也還很遙遠 不過在科技的進步與商業的推動之下 這塊充滿無限可能的綠洲 不僅是科技巨頭的兵家避震之地 也是網路時代所追求的終極形態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